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 来看看到底我们如何来接圣灵美好的果子 在加拉太书的五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 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皆知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哇 这个太美好了 这个果子真的很好 但是感谢主 我们作为要接果子的基督徒 我们到底怎么他能接这样的果子呢 我们来先祷告 一会儿我们来分享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的圣灵已经降临 并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也知道你是三位一体的神 主啊 让我们也看到 圣灵在我们中间所做所行的 主啊 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能得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也从圣灵那里得着恩赐 主啊 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能接出这美好的圣灵果子 主啊 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是果子 我们要有圣灵果子的表现 和圣灵果子的特质 主啊 愿神也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祝福一下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 保罗告诉犹太人 你们信耶稣就得救了 得救了 你们就得释放了 得自由了 为什么要得释放 得自由呢 原来犹太人啊 都在律法里面禁锢着 他们的献祭 他们的生活 他们所有的一切都陷在那个律法里面 特别是割礼 还有他们在输罪这方面 就是被禁锢在里面 不能得释放 保罗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得释放 得自由了 但是呢 得自由是得自由了 你们要小心 特别小心的是 因为你们得自由了 别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 也要顺住圣灵 接福音的果子 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 要禁止情欲 顺从圣灵 禁止情欲 我们 我看到前面的讲章 林牧师已经讲了 很多关于禁止情欲这方面的 那今天我说 我们那边要禁止情欲 这边要顺从圣灵 才可以接出这美好的果子 那么第二段经文 那么我们作为接果子的 我们要接什么样的果子呢 我们先读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些人就多接果子 因为利益啊 我你们什么就不能做 我们说到接果子 接果子有两种特别的意义 一种就接福音的果子 就是我们要传福音 接福音的果子 第二种就是生命的果子 就是圣灵内住之后 我们的言行举止的表现 就叫圣灵的果子 所以接果子这两种 我们已经什么 很多人都传了福音 不断地在接福音的果子 就是有新的人接受了耶稣 第二个 我们生命的果子是 我们一生都要历练的 这个历练的过程不容易 因为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你生命的状态 就看你的果子了 也就是说我们看果子 就能认到你这个树 看果子就知道你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今天我要分享的 就是生命的果子 就指着你的品行 就是你的品德和言行 举止 那么从 刚才我们读的加拿大书的 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边 讲了九种的果子 对不对 这九种果子呢 原来我们认为说 我们接九种的果子 其实这里边 原文里边是个单数 就这个果子是一个 只有一个圣灵的果子 却有九种圣灵果子的特质 也就像一个宝石有九个面 你怎么让这个宝石发光呢 你让它九个面都什么样 有荣耀的光彩 就是果子只有一个 但有九个特质 圣灵所接的果子里边 包括这九种特质 这九种特质带给了我们光彩的人生 如果这九种果子 你接得不太好 不能够显明 特别美好的话 你的人生就不是特别荣耀的 所以这是生命的果子 是你一生要遵守的 那今天我要分三个方面来分享 当圣灵内住的时候 你看我们身上所发出的 新香之气 圣灵的果子就随之而来 就是你把耶稣基督把圣灵 接在你的里边的时候 你就能接出这样的美好的果子来 也就是美好的品行来 三个方面 一就是内在的美德 有仁爱 有喜乐 有和平 二 对他人的态度 要忍耐 要恩慈 要良善 第三要自我控制 要信实 要温柔 要节制 我们先看第一个 圣灵所接的果子 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仁爱 这个仁爱原文指神的爱 也就是这是神的属性 因为神就是爱 那神的爱 人的爱有什么区别呢 在原文里我们看到这个爱 叫agape的爱 就是神的特别属性 这个爱就是无条件的 流血的 牺牲的 舍己的爱 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要揭穿这个基因 要有这样的爱 那这个爱具体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爱 神的爱住在我们那里 住在神的爱 我们的心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我们里边的 就是住在神里边 神也住在我们里边 我们也住在祂的里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神的爱是和我们融合的 因为神的属性 已经进入在我们的里边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应当有神爱的属性 那神爱的属性里面 都有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 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个 就是神爱 最具体的表现 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就是我们贴在我们后边的 这段经文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容生 也就是说 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呢 你光用一个逻辑 光用一个话语 是不能说明的 耶稣基督用实际的 上十字架这个行为 来让我们看到 神的爱是什么 神爱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赐给了我们 他怎么赐的呢 让他为我们付上 生命的代价 当耶稣接到这样的一个 命令的时候 耶稣没有反抗 耶稣顺服了 他甘愿上十字架 他为我们流血 牺牲 没有条件 没有保留的 这就是神的爱 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 人爱人是有条件的 对吧 我们很难爱不可爱的人 我们更难爱仇底 但是神的爱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人的爱 比如说 我爱我的家人 顺理成章 因为他是家人 我爱我的配偶 因为他是 我的最亲密的人 但是神让你爱一个 不可爱的人 仇底 真的是很难做到 只有神才能做到 所以神的爱就是 让他的独生子 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本身与神 隔绝的灭亡之子 因此这样的一个行为 让我们得救了 他爱了我们这些 在罪中 在过犯当中 要死的人 所以这就 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 那我们现在的爱 或者说我们 现在爱的表现 不是因为我们 有多少的好品质 好品德能坚持的 因为这是 神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了 这样爱的传承 爱的基因 我们才能爱那些 不可爱的人 爱那些我们觉得 这个仇底 或者说我们现在想想 有些人想到那些仇底的时候 恨得牙根都痒痒 即使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爱 但是我们依然有那种愤恨 那就是人爱的一种表现 不是神爱的一种表现 所以那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 这种爱我们要传承 这种爱我们要有这样的基因 这种爱是纯洁的 是没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 无论人怎样待我 就算是侮辱了我们 伤害了我 我们依然以神的爱去爱他 一个具有这样爱的人 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误会扭曲 或者是说伤害 我们都能坚持不改变这种爱 这就是神的爱 所以这样的一种爱 并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产生的 乃是神将他的爱 通过圣灵浇灌到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激发出来那种美好的品质 仁爱 阿们 当我们能够接触仁爱的果子的时候 我们就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爱仇敌 爱我们身边的人 爱我们 把这个爱的力量传承下去 这种爱是超越人间的爱的 只有神的爱才能做到这些 所以在保罗讲到恩赐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 本来讲了很多恩赐 我们谁不愿意有恩赐啊 有恩赐就是有各种的能力的表现 对吗 但是保罗说 若没有爱 就是明的罗想的博一样 所以最妙的道是什么呢 最妙的道就是爱 那爱是什么呢 爱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爱 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阿们 所以爱在我们身上 不能止息 你充满一个爱的人 他的生活 他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爱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能力 我们之所以能爱别人 有爱的动力 都是来自神 因为神就是爱 爱的源头就是神 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之后 第一种的果子叫 人爱 那第二个呢 就叫喜乐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之后 接到果子的另外一种的特质 就叫喜乐 原文里面就是高兴 愉快 喜悦的意思 弟兄姐妹 我们想到这个喜乐的时候 我们可能往往都跟那个外在的快乐 联系在一起 其实喜乐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美好盼望 而超越环境的心理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有盼望 我们心里的那种美好 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 会说一句话叫 心欢喜 灵快乐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快乐 是真实的 它能满足你的内心的 所以弟兄姐妹 灵力的喜乐 是我们最关键的需求 今天与今天那个外在的欢乐有所不同 外在的这个快乐呀 因着你的情绪 因着环境会变化 今天有人送你一个特别你心 心仪的礼物 你很高兴 对吧 今天有人说你赞美的话 你很高兴 哪一天这个人 在背后说了你不好的话 或者是说 你因着外在的环境 逼迫 都有可能使你的心情不够愉悦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喜悦是 圣灵带领下 发自内心的满足 那种喜乐 不是外在能影响到道的 所以我们以喜乐 来面对所有每个环境的时候 就是我们相信了那个 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的那个美好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喜乐呢 因为你相信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才有这样的喜乐 无论你要什么的环境 比如说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你都要以为是大喜乐 因为你配得 因为你当你被逼迫 花恋的时候 是对你的生命的历练和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定睛在神 给我们预备的那样美好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乎所有对我们外在的影响 外在的影响会过去的 你知道吗 今天你还高兴 因为一点不高兴的时候 转脸你就会怎么样 就乌云密布的 人的情绪 人的外在的影响 对我们这个欢乐也长得 但是我们来自内心的 圣灵内住里边的 那种新欢喜庭快乐 无论是你怀的逆境 无论是患难还是祝福 都是不改变的 阿们 所以 菲律比书四章四节说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阿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喜乐的灵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人苦干 使孤苦干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只有怀着一个 从神而来 从圣灵而来的那种 喜乐的心 你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你才有愉悦的内心 外在一切的都是短暂的 我们要在灵里边 寻求这样美好的满足 阿们 圣灵所接的第三个格子 就是和平 这原文的意思就是 和睦和谐和平安 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 你觉得有平安吗 这个世界真的没平安 从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到小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你和家人的关系 都不一定和睦 都不一定和平 是不是 所以在一幅所书里面说 神成就了这些和睦 我们原来是罪人 对吗 我们和神之间没有关系的 但是耶稣基督 让我们和谁和睦了 和神和睦了 从此我们都可以 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和神和好了 另外一个 我们要和人和好 因为我们和神和好了 我们就能和人有美好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要过一个和睦的 和平的生活 这些都是来自圣灵的 来自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内心的平安 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息 也是我们内心的渴望 我们多么希望圣灵 住在我们里边 接触那种安稳 安息 平安的那种 里边那种心理状态 今天我们 很多浴室都慌 对吗 浴室都没有平安 都紧张 我们一听到一些 风吹草动的时候 我们内心 立刻就紧张起来 特别是你在你身边的事情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没有 从神而来的那种 那种安稳 那种 那种神给你的那种意念 所以圣经上怎么说 圣经上说 这世界 因为这世界 真的需要 一个终极的 长久的平安 在我们里边 那这个终极 长久的平安是谁呢 就是在 伊赛亚书九章六节里 所说的 因为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全必 站在他的肩上 他的名 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这个世界没有平安 我们也期望 有更多的和平的君王 来治理这个世界 并且没有战争 没有争端 没有斗争 但是做得到吗 做不到 唯有耶稣基督 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 在近两百年之内 基督教和基督教之间 国家的战争 几乎让是没有的 就是都是信耶稣的国家 几乎让没有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神在他们身上 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和睦 才能和平 那有人说 那美国为什么老发动 好多地区战争呢 好像这个战争 是美国发动的 你们如果调查内幕的时候 你们发现他们在执行着 很多除掉邪恶的这种战争 今天我们说 耶稣来了 不是单单让我们 真的外在可能是平安稳妥的 耶稣来让动刀兵的 你知道吗 耶稣来 他程序我们 让我们内心是平安稳妥的 他们并没有承诺说 我们永远住在一个 平静的这个世界里面 正因为有了这些 我们才看到哪是真实的 哪是虚假的 弟兄姐妹 只有耶稣基督 他才能赐给我们 出人意外的平安 只有耶稣基督 才能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他的里边有平安 这个平安 也是来自我们里边的 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 不打算遇到任何的 风吹草动 这么的坎坷患难 不可能 神从来没有认识 我们天空常来 对不对 但是神说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个指我们 里边的那个安心 我们遇事 不焦不燥 我们遇事的时候不慌 我们与人之间 都是那样的美好的 和谐的关系 都是圣灵的果子 都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头三个 所结的果子 都是从里到外的一种表现 最重要的是我们里边的 内心的 内在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分享 对他人的态度 那我们怎么能够 看出我们是一个 有圣灵美好果子的人呢 我们先看忍耐 在原文里边 忍耐有延后发怒 坚毅不拔 长久受苦 恒久忍耐的意思 就是要宽容别人的错 不计算人的恶 一提到忍耐 我们真的知道 耶稣基督是个忍耐的人 他在地上忍受了 世界上最残酷的刑法 十字架 羞辱 鞭挡 带经济冠冕 分掉他的礼外 分掉他的衣服 哇 那个羞辱 一个神的儿子 王子 而且是万王 万王之王的儿子 却受这样的羞辱 他却怎么样 他曾经在西伯来书 十二章说 因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就忍耐羞辱 忍受了 十字架的苦难 弟兄姐妹 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 现在的苦难 就是我们 把现在世界上的苦难 看作自残自轻的 都会过去的 我们的盼望在哪儿啊 在神的国里 所以我们要忍耐 我们在世界上 这一生的这个苦难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的苦难 不会说 不会临到我们 不可能的 有每个人都会遇到 只是或大或小 但是 我们要忍受啊 因为这个世界 都会过去的 要忍耐 等候神 耶稣都能忍 我们为什么不能忍呢 因为这样的苦 我们之所以能忍 是因为我们 前面有喜乐 我们有盼望 我们的国 不属这个世界 我们的国属于 天那里 耶稣那里 是神那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之所以能忍耐 都是有美好的盼望 那么应用在今天 我们怎么看忍耐呢 我们属灵的知道了 我们的盼望在那里 在天那边 对吧 我们要 因为你有盼望 所以我们忍耐 但是怎么应用在今天 你的生活当中呢 确实比较难 因为我们的忍耐 可以分为两种 对人和对事 我们对人的忍耐 是当别人惹动 我们怒气的时候 我们仍然怎么样 心平如水 就是平静如水 我们仍然不生气 仍然不发怒 那对事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对事忍耐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 困难的环境里边 我们仍然不气馁 不放弃 一直带着坚韧的意志 往前走 所以忍耐就是什么 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对人我们不动怒 对事我们不放弃 阿们 这就是忍耐 圣灵也让我们忍耐 圣灵帮助我们忍耐 所以我们愿意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过一个不急不躁 不冲动的生活 这就是忍耐 其实圣经当中 有很多忍耐的伟人 我们知道约伯 他遭受那么大的打击的时候 他依然忍耐 挪亚忍耐了120年 赵方舟 最终全家得救 亚伯拉罕忍耐等候 得知了神应许的儿子 大卫很早就被撒末尔高利了 他也忍受着什么 扫落的追杀 最终登上王位 我们通过这些例子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自古神所重用的仆人 都是有忍耐的 这样属灵美好的生命 就当我们能够靠着神 能够忍耐的时候 都会被神重用 这些历史上的稳人 让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 雅各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百般的训练当中 我们要忍耐 而且怎么样 要忍耐成功 这个忍耐成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忍耐 忍着忍着就什么 忍无可忍 那我们就大爆发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忍耐要成功就是 我们不能忍耐到一半 忍到一半的时候叫什么 叫忍受 就忍耐要到底 我们知道忍字怎么写呢 忍字怎么写 心字上面一把刀 这把刀随时都要扎下来 弟兄姐妹 忍一时容易 忍到底实在太难了 所以忍耐也当成功 刚才我们读的那个 格林多前书那一段话 爱是什么爱是什么 从开头说 爱是恒久忍耐 到结束 一句话说 我们凡事要忍耐 就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爱是恒久忍耐 说了很多关于爱的事 到最后一句会怎么说 凡事要忍耐 也就是说我们忍耐 不是在某些事情上忍耐 比如说我们对家人 我们没办法 不忍也得忍 我们总不能天天 给家人过不去 对不对 但是他告诉我们 所有的事情都要忍耐 而且是恒久忍耐 忍耐到底 忍耐要成功 如果你忍耐到最后了 最后了 你没成功 前面那个真的是好难受 前功尽弃 所以弟兄姐妹 忍耐不容易 但是这是神教导我们 要做的 要操练的 当我们越多亲近神 圣灵越在里边 多做工的时候 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 就会成熟 我们属灵成熟的时候 我们的忍耐就会越多 我们就会包容 原谅 接纳别人的错误和不足 所以忍耐 可以历练我们生命的成熟 我们生命的成熟 也表现在忍耐上 所以你能不能忍耐 就看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那我们再看看恩词 恩词这个词 在原文里边说是 满有恩典 也有慷慨良善之意 我们知道神是什么 神是 一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词爱 这就指的是恩词 所以弟兄姐妹 恩词是指 神带我们的恩典 一般这个词 用在了神对我们身上 那真的是 有恩典 有慈爱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很难 对别人有恩典 有慈爱 对不对 我们真的比较难 恩典呢 神对我们的恩典 特别在救恩上 是神恩赐和怜悯的一个彰显 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 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叫我们不致灭亡 反折人生 这就是神用恩赐 带了我们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应当用恩赐 带别人 所以在一福所书 四章三十二节说 不要以恩赐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我们一样 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 特别是饶恕 恩赐 怜悯 真的不容易 为什么呢 我们特别 希望别人 带我们是恩赐的 但是我们往往对别人 是什么 苛刻和严厉的 很多的基督徒啊 对别人特别严厉 像一个审判官一样 哇 他在那儿贫头论主的 但是对自己呢 确实特别的好 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用的原则 我们要常常想到 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赐的人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在一个蒙恩的人的身份上 我们为什么要用严厉 去带别人呢 要用苛刻去带别人呢 我们既然接受了神的恩赐和拯救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神的恩赐去爱别人呢 去恩待别人呢 求你弟兄姐妹 若不是神爱待我们 我们可能早就沉沦了 所以我们要与恩赐带别人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 你争我夺的世界当中 我们作为人来说 往往表现是什么 往往表现出特别的强势 特别的能力 甚至有攻击而不吃亏的行为 我们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带别人恩赐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但是虽然我们恩赐带别人 不一定能带来我们期待的 美好恩赐的回报 但是这却是圣灵 让我们在主里所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当中恩赐带别人的时候 我们正是我们传福音最佳的机会 结果是最美好的事情 我们不能以恶报恶 所以弟兄姐妹 神既然用恩赐带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我们要用这样的恩赐 去带别人 阿们 这是圣灵要求我们 所接的另外的一个 果子的特质 还有一个良善 良善是 原文里面意思就是正直 仁慈慷慨的意思 我们知道 约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还有一段经文 就是在诗篇三十四篇 第八节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知道是不是神是美善的 当我们信他的时候 我们就有福了 在这样的一个有丰盛恩典的神面前 尝过天安滋味的人 我们还有什么不能一人为善呢 以善良代别人呢 所以当我们忠心地完成神的使命 忠心地为主做事的时候 神称我们什么 又忠心又良善的人 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 存谦卑的心的时候 神称我们是良善的人 我们怎么成为良善的人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欲主同行 这就是善的表现 我们若被圣灵引导 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们就能心一更新而变化 我们就能接出美善的 圣灵的果子来 求主来帮助我们 真的一人为善 我们真的能够一善待人 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 这些年我们 在大陆已经过海怕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一个老人摔倒了 我们不敢服 为什么不敢这么待他们 怕为额上 甚至有的人不敢一善待人 怕别人说我们的闲话 等等 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现在真的不敢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这不是神的本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真的存公义好怜悯 我们心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这是神教导我们的 我们无论在这个 天特拉尼加前书五章十五节说 你们要以善来待人 你们要谨慎 无论谁都不可以 以恶报恶 或者彼此相待 或是以善待众人 要追求良善 就是我们对良善的精神 是追求的 我们不是在那随便而做的 我们要刻意地去做 追求良善 这样我们就能够 真的对别人态度上 别人对我们态度上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再看第三个 圣灵舍接的果子 就是自我控制 这一点比较 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们看第一 信实 信实原文的意思就是 信心 确信的意思 也是指我们人 相处时候的忠诚 信任 可靠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这个 没有诚信的社会里边 确实很难很难 做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因为我们可能 特别在我们华人圈里 没有契约精神 没有让别人信任的那种 让人感受的 特别信任的那种感觉 每次我们和别人 做事的时候 真的吗 这个人会不会骗我 现在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电话都不敢接了 一看陌生人的电话 不能接 可能是骗的 我们和人 打交道的时候 总是这样担心 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诚信造成 太多的欺骗的存在 所以弟兄姐妹 在《生命记》七章九节说 所以你们要知道 耶和娃你的神 祂是神 祂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 守祂诫命的人 守约是慈爱 直到千代 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 神是信实的源头 也是标准 祂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我们作为祂的儿女 我们也应当成为一个 诚信可靠的人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要信守承诺 也就是说 做一个说话算术的人 说到做到 就是说你与人 打交道的时候 要一诺千金 不要轻易地去答应别人 那我在北京生活了31年 所以北京人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毛病 就是轻易 就是这个答应别人 有一个小品演的 就是北京人 就说我今天给你买火车票 这个包给我了 太容易了 不就三张卧铺票吗 结果他去买去了 排了一夜的队 也没买来 那北京人有一句话 经常说 有事您说话 这句话好像就 他好像很大能耐 他轻易答应别人 没事 我这事包给我了 但是很难做到 所以北京人成为 很不可靠的人 就因为他们轻易地 答应别人 那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但是我在北京实验场 我是知道 我特别体会了 北京人说话 这句话对我来说 要十分 我只能相信一分 那九分我都不能相信 因为他们轻易地 答应别人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一诺千金 信守承诺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 不愿意履行自己的 所答应的事情 所以最后怎么办呢 各个国家就用 各种的法律来制定 就是让你信守承诺的 法律基本上都是在 在约束你信守承诺的 当你违反了这些 就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所以我们说 在圣经里边 最大最核心的一个 我们原来所忽略的 就是我们说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再往前延伸 这叫蒙约 什么叫蒙约呢 就是血一样 要流血的那种 线上的那种约定 所以信使就是说 当我们献祭的时候 我们献上女王格子都要用血 特别是那些 鸽子要撕开 都是蒙约的一个记号 所以今天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定在这方面 做一个信使的人 也成为有责任的人 信守承诺不容易 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你答应了别人 也许你会面临很多挑战 要付上代价 但是你作为基督徒 一定是认真的 执着地来完成你的承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信使的基督徒 以忠诚敬虔的态度 来面对人和神 这样才能真的过好你的人生 这样你身上所结的果子 绝对不一般 你可能因为守承诺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在过后之后 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你的路越来越宽 因为圣灵引导 帮助你 走在这个一路上的时候 你发现 真的那是神祝福的管道 祝福之路 阿们 所以不要担心说 我信守了承诺 我成为一个信使的人 我不说谎话的人 我可能就吃很大的亏 不然的 你一定要记着这一点 在更长的时间里面 你会验证 这是神美好的祝福 再一个就是温柔 一提到温柔 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说话小声细语的 对吧 对人面善可爱的 那其实只是外在温柔的一种表现 那我们知道 台湾的弟兄姐妹说话都特别温柔 基本上没有像我们大陆来的那个大嗓门 或者说话 就是让人感觉到好像在吵架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自从看到了蔡英文总统之后 我发现他没有特大嗓门 但他柔中带刚 真的让我们看到 温柔不一定没有阳刚之气 知道吗 温柔所带来的也是非常有刚性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温柔到底是什么呢 温柔原文的意思是谦卑 是温顺 是有礼貌 是有礼的 温柔不单只表现在你说话小声细语的 就叫温柔 那只是外在温柔的一种表现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 谁是温柔的最美好的代表呢 当然又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这么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我们柔和 就是温柔 谦卑 就是温柔和谦卑 往往在一起的 温柔 谦卑是主耶稣基督的敬请 当又有温柔 又谦卑 在一起的时候 这样的人 心中一定是安息的 他没有太多的愤怒 没有太多的情绪 所以许多愤怒 与不平的情绪 都是不温柔 不谦卑的表现 往往是从骄傲而来的 所以骄傲而暴躁的人 内心从来不得平安的 温柔的人 不会想着与别人争敬 也不会与别人斗争 斗争 我们的那个斗争 在国内大陆很清晰 什么是斗争 斗争就是你死我活之间的关系 但温柔的人不这样 也不和别人争斗 温柔的人 比较体恤别人的软弱 温柔的人 也不轻易 严厉地去责备别人 也不容易伤害别人 所以因此 温柔的人 常常带给别人的是安息 是美好的祝福 所以耶稣说 凡老鼠 单中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一样事 这是一个证据 就告诉我们 谁是我们能得安息呢 耶稣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心里之所以不安息 就是我们心里没有 柔和温柔 没有谦卑 所以我们心里总是 这个什么 这个澎湃的 总是那种焦躁的 总是那种不安的 就是因为你心里没有这些 所以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 五节也说 温柔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也就是说 承受土地的这个管理权 在温柔人的手里 温柔人 他配得属灵的权柄和福分 你不温柔 你一天到晚就是指责 论断 批评别人 你不可能有属灵的权柄 上帝也不可能让你承受 这样的福分的 我们不单要有温柔 谦卑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 温柔谦卑的生活方式 就是不征仅 要谦和 不要为自己伸缘 也不要义善甚恶 要义善甚恶 不要义恶报恶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就能做一个 柔和谦卑的人 我们就能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能有更美好的祝福 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 真的是样样都是那么美好 阿们 你能不能对身边的人说 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 容易做吗 不容易做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难最难最难的 就是节制了 节制为什么说难呢 忍耐 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事 我要忍 我们做温柔的人 我们要刻意地可以做 但是这个节制比较难 就是能够控制 约书自己的这个能力 都叫节制 就是自我约书 自我克制 非常难的 在格林多前书 九章二十七节说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切决了 攻克己身 叫身复我 就是节制 连保罗都觉得 这个比较难 要攻克 攻克什么意思 就是要像进宫一样的 来克服自己 克制自己 叫我的身复我 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事情 它是自然不自然地 都发生在你的身上 但是你却 可能有些时候 感觉不出来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 当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时候 就能有节制的能力 若不顺服 你就会顺从地 若你不顺服圣灵 就会顺服谁啊 肉体的情欲 便不能接出圣灵的果子 可见 接制是接果子的一个开始 如果你不能接制 果子都接不出来 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接制的能力呢 也会慢慢地成长 越来越能克制自己的情绪 和自己的欲望 所以 接制就是按照圣灵的引导 按照神的旨意 约束自己 一个能持续彰显 节制性情 并能够持续约束自己的人 真的不容易 它一般的表现在 有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 刻苦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为了别人 我们原来是特别喜欢这样的 但是为了别人 我们就愿意 牺牲自己原有的 来成全别人 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坚持不放弃 也就是说 当为了别人 能够为了别人的好 我们克制自己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 坚持完成目标的那种心智 才可以 这两个特点 特制是我们要坚守的 一个就是要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要坚守到底不放弃 那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做呢 具体来做就是 我们要克制自己 阶制相反就是放纵 放纵就是骄傲 就是撒旦魔鬼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放纵的时候 我们会被引诱 不加阶制 我举这个来说 特别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情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富而来的 乃是从世界而来的 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具体要做的 第一 要接制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就拿起 大家能想到吗 贪吃 对吧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吃好吃的 吃美味 对吗 特别是我们华人 把各种食物做的是 要颜色有颜色 要味道有味道 吃起来又是那么好吃 对吧 那你 因为它好吃你就贪 对不对 贪吃的结果是什么 三高 贪吃的结果就是肥胖 贪吃的结果就是一系列的身体问题 那今天还有 贪玩 玩什么呢 各种的兴趣爱好 当你 比如说游戏 孩子们游戏 大人们可能各种别的兴趣爱好 但是当你贪的时候 当你不能克制的时候 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认为美好的东西就影响到了别人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一个妻子 把一个丈夫的钓鱼杆给踩了 就踩断了 全部给她削断了 这个丈夫非常生气 两人离婚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说 你看我就这么点兴趣爱好 你就把我的兴趣爱好给我破灭了 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听起来这个丈夫好委屈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丈夫因为 你知道钓鱼有多好时间 对吗 你可能两个小时都不一定钓一条鱼 但是两个小时你能做很多事情 但可不可以钓鱼呢 可以 但是一定不能因为自己的爱好影响到家庭 他们那家的孩子还小 两三个孩子 谁来带 哎呦我一到周末 我就北着那个钓鱼街去 我去钓好几个小时回来 那气得当然气不过 说我们的家里不管 平常上班不管 这好不容易到周末呢 你还不管 你去为了你的兴趣爱好 这就是不能接之 至少在孩子小的这些年子里 你好好接 等你老年了有的时候让你钓 对不对 你想要跳舞 你想要活动 特别在中国跳广场舞的 好多家庭为什么都离婚了 妻子出去跳张舞 丈夫看不惯 丈夫跳妻子看不惯 另外一个跳广场舞 一想一想啊 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这都叫不截至 还有 今天我们 有机会你回家看看 你手机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的手机 每天的时间 如果一天你的手机 超过两小时的 这叫不截至 阿们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 没有几个不超过两小时的 不信你告诉我 待会儿你打开你的手机 让我看看 你可能超过四小时 那都是不截至的行为 为什么呢 现在的抖音多好啊 就给你十秒二十秒时间 让你没完没了地发 他们说刷这个抖音 一刷几个小时 为什么没有疲劳呢 是因为太新鲜了 对吧 这个看完 那个看 最后你发现 这些东西都没留在你的脑子里 你只是看了个寂寞 对吧 但是没有截至 占了你大量的时间 所以截至是非常难的 弟兄姐妹 贪吃 贪喝 贪权 贪色 贪财 哪一个都不好 都是不截至的表现 就是你的眼目的情 肉体的情欲所需求的 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顺着肉体的情欲去行 但是呢 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 我们要把圣灵 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要顺从圣灵形式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另外我们要截至的 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眼目的情欲 弟兄姐妹 眼目的情欲 就是我们心里方面的 肉体的情欲 是我们身体方面的 我们心里的需求 往往大过肉体的需求 你知道吗 所以圣经要这么说 阴间和灭亡 永不满足 人眼目也是如此 人的眼目 就像阴间和灭亡一样 永不满足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眼 就像一个无底坑一样 无法填满 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接触事物 最快的都是眼睛 对吗 第一时间看到的 都是一往往都是眼睛 无论是你看见文字 看到这些图片 看到身边的事 都是一眼来开始 先接触的 而眼带给我们 内心的那个需求 是我们真的很难满足的 也就是说 使人的眼目 心思 情欲 要想得到满足的话 除非你顺从圣灵 否则的话 你的眼目的情欲 是得不到满足的 这个世界 无法满足你的需求 因为你的心 就是个无底洞 所以无法能够满足 这个内心的需求 我们若水存了眼目的情欲 就会活在败坏的生活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顺从了圣灵 就能活出 节制永恒的生命 阿们 所以我们的眼和身体 都要节制 我们看到的 一定要节制 我们的肉体 要节制 但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今生的骄傲 我们好多人都是骄傲的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认为 自己的成就很厉害 我们自己认为 自己还可以 所以目中无人 自高自大 高抬自己 勤看别人 这都不是荣耀神的 我们要节制 要小心 所以加拿大书六章八节说 顺住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顺住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受荣生 阿们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我分享给弟兄姊妹的 圣灵所接的果子的九种特质 也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 一生来持守的 你可能得知了圣灵的能力 你也得知了圣灵的恩赐 你也知道圣灵在你里边 但是如果你不顺从 圣灵的引导 不顺服他的话 你的生命 不能表现出这么美好来 所以弟兄姊妹 抵挡情欲 抵挡我们今生的骄傲 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只有依靠圣灵 其实圣灵果子的特质 不知这九种 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跟你分享这九种 所以弟兄姊妹 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 亚拉太书的五章 22到23节的最后一句话 说什么 这九种 这个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特质 这样的事情 乃是法律所不能禁止的 阿们 你只管大胆地去行 你只管靠着圣灵去行 你只管被圣灵引导去行 你就活在了什么 自由里面 你就活出了美好的生命 因为这不禁止的 你只管大胆地去行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的是 神给我们美好祝福 也是让我们活出生命的果子来 最后 在我们追求 属灵成长的旅程当中 圣灵所结的果子 为我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 这圣灵的果子 九种的特质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节制和温柔 不仅是我们内在的 内心的美德 更是我们与他人的互动 和形式的准则 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 结出美好的圣灵果子 成为生命的见证 荣耀神的名 阿们 我们真的需要从心而活 我们真的需要活出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 活出来的时候 就有美好的见证 当神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神的爱点燃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怎么 向这个世界 活出 结出 美好生命的果子 我们下面一同起立 来唱首歌 叫活出爱 叫活出爱 你们都要必须相爱的心 众人一直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本主了 阿们 我们是我的本主了 有一个本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山 测不透 摸不透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化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汹汹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你一山高 你一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化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汹汹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一山高 比一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化出来 耶稣的爱 祝福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汹汹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汹汹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是的 主 让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让我们一起 向世间 莫出爱 让我们一起 来 接 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一起 顺着圣灵 接着 美好 丰盛的果子 主啊 我相信 我们只要愿意 被圣灵引导 我们愿意 服在圣灵的前下 我们就能 接出 这美好的果子 求主你 祝福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接下来的生命 被神更新 被神转变 成为 结果不止 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愿神祢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曼 好 请坐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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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